很多关注移民的家庭都知道 去年2月15日 爱尔兰关闭了投资移民政策 但政府给人想移民爱尔兰的家庭留了一个门缝 即在政府规定的日期前已获批准的投资捐款项目 可以继续招募投资人递交移民申请 直至名额招满为止 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自去年2月15日以后 爱尔兰移民申请量仍在节节攀升 目前我们能有极少量的爱尔兰捐款移民配额 给到投资者最后上册机会 爱尔兰投资移民项目可以说是一个被中国家庭买报的项目 在项目关停前 就以庞大的中国申请者而备受瞩目 截至去年6月 该项目共批准了1788组申请 其中1677组获批来自中国 中国高净值家庭拿下了该项目94%的绿卡美额 我们来看一组来自爱尔兰司法部的最新投资移民数据 截止至2023年9月30日 爱尔兰艾布利年总申请家庭 5328组 历年总货批家庭1879组 以货批家庭中2分之1的家庭选择企业投资 3分之1的家庭选择捐款移民 2023年前9个月申请家庭1763组 2023年前9个月批准家庭152组 为了赶到爱尔兰移民末班车 源运不断的投资者 仍在竭力加入爱尔兰移民大军 目前爱尔兰积押的申请案已经超过3000宗 爱尔兰司法部会进一步提高效率 加快爱尔兰审理 在今年1月发布的最新分类审理指南 且能在积极探索新的方式 以加快审查项目申请 根据司法部最新审理通知 在爱尔兰政策结束前已递交的项目申请 将被优先审理 为什么中国投资者对爱尔兰移民如此看重 首先爱尔兰祭司英语母语国 又是永久中立国 且以经济发达 税之优越 福利完善 国民友好文明 一张爱尔兰绿卡即可实现 孩子英式精英教育 加资产优化配置 加西欧品质生活 其次爱尔兰护照超高含金量 享誉全球 一本爱尔兰护照 等于一本英国护照 加27本欧盟成员国护照 加瑞士 冰岛 挪威 列治敦斯登自由定居 加快速定居美国 加拿大加免签全球192国籍地区 真正一本护照在手 天下有 海外身份已经成为 众多高净值家庭 乃至中产家庭的重要投资选项 爱尔兰身份 无疑是极具投资价值与潜力的那一个